《撒摩尔记上》第六章 撒摩尔记上第六章 我们请翻开撒摩尔记上第六章 在上一次我们查考了第五章 因为神使非利式人的手 来管教他的百姓以色列 非利式人战胜之后 把以色列人凭血气 硬带出来的约柜卢走 所以听到这个事情 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以色列人都这样觉得 他们被抛弃了 但是没有思考他们为什么被神 不与他们同在 然后非利式人就把约柜带走 带到他们的大滚庙 结果我们上一次查考第五章 看到神彰显他的荣耀 神让世人明白他才是真神 为他以外没有别的神 所以大滚被羞辱大滚这个偶像 两次跌倒在地上 神的力量 神也摧毁他 断头又断手又断脚 但非利式人 人不知道要归向神 他们只要寻求怎么样 可以避免这个灾祸 因为神的手后来夹在他们身上 人人都得了传染的重 这个严重的这样的疫情灾害 是瘟疫 所以有人啊 连这个还没得到就吓坏 吓死了 所以从老到少 无论大小 都生了这样的重大的疫病 在苦不堪言 他们的哀嚎上达于天 这是第五章最后一节 他们没有死的人 都恐惧哀嚎 希望得到解脱 那怎么解脱呢 到了第六章 我们看到一些方法 一些人想的方法 第六章第一节 到第六节 开始呢 他们就想尽办法 要来向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约会来赔罪 或者说要来免除神的生气 愤怒 这个刑罚 神的手可不可以移开 放轻一点 这是一节到第六节 因为非利式人非常害怕 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 所以谈到了他们 因为惧怕神的约会 本来以为是圣仗的战利品 是得胜的荣耀 结果哪知道 是得罪真神 哪知道是苦难的开始 所以开始害怕 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 第一节说 神的约会在非利式人之地七个月 这个地的地方 我们在想 他们可能因为五个大城 通通受灾殃 每一个人 从这个连 他们的首领 都无法幸免 那要送到那里去 所以赶快送到偏远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地其实是一种荒野 满乡野 这个旷野 这个很偏僻的地方 这个地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可能不敢放在都市里面 因为大家全部 大大的重灾 死亡 恐惧 所以他们放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 但是七个月 七个月 但是这样的苦难依旧没有过去 所以赶快找第二节 非利式人把祭司 他们的祭司占卜的都找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人遇到灾难 找谁 找那个通灵的灵媒 找那个 非利式他们习惯的 大国的祭司 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带头的 占卜的不管 往早来 问怎么样 第二节说 向耶和华的 这个永生神的约会要怎么样做呢 请指示我们用合法 把它运回原处 因为他们现在想到 可能没有办法再留在这里了 这个灾祸不止 因为都是因为这个约会 应该是 那这个耶和华真神 以色列的神 加重重的击打我们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去好了 但送回去很害怕 不晓得怎么处理 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 他觉得他不想再 这个受到这种偶像 神明的这种瑕疵 他很想把它处理 但是不晓得怎么动 很害怕 他要去找这个师傅 找这种法师 处理一个家中的偶像 十万块起跳 这个这是我亲耳也亲眼见到的行情 后来就告诉他 教会有神同在 能够免费帮你处理 大喜全部就交给教会 当然这是一个人愿意离弃虚假 归向真神 教会会帮他处理 那这是一个例子 一样非是人碰到麻烦了 怎么办呢 找灵媒 找他们的宗教的方法 然后第三节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就说要把神的约会送回去不可以空空的送走 他开始给你指导给你方法你要做什么 要准备什么 礼物很多 给他赔罪了 然后献赔罪的礼物 第三节 然后你们也许可以得权益 并且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 其实这种知道也只是表面暂时 因为并不是真的想深入了解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遭遇 他们只想说赶快这个灾难能够过去 这个神的击打赶快离开就好了 神不要来赶快走 这就是世人的这种想法 第四节 这个非利式人说 那怎么办 要用什么来献为赔罪的礼物呢 他们回答 要照非利式首领的树木用五个金字窗 金字窗 我们知道前面说的字窗 那个中文这个和尔本的翻译 就是这个肿瘤 这个因为疫病灾情引起的身上的肿脏 到底肿在哪里不晓得 这个就是那个样子 那个形象 做五个 五个 然后五个金老鼠 为什么 因为这些可能这些瘟疫灾病 就是从老鼠传染的 在这个 这个 非利式人是 也是 航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专业 这个很多港口进来 这个 这个前一章又写 带来疫病 而且毁坏他们的田地 又有瘟疫 又有瘟疫 又有饥荒 哇 这个真可怜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 哪里痛 就把它显示出来 这就是 不信神的 世人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五个 用五个金字窗 五个金老鼠 因为他说得很清楚 第四节后面 你们众人和首领身上 都是一样的灾 所以这个证明 没有一个人躲得过 无论你的身份地位 你的权势 你的财富 每一个人都 都中这个 不是中奖 都中了这个 大灾殃 很可怜 所以要制造 制造你们的灾难的像 那个 那个肿瘤症 那个像 毁坏你们天地老鼠的像 你看 就是一般世人 拜神你要造一个像 拜什么 可怕的事情 造一个像 都是守自己去造 自己去想 这是人 人的一种 比较软弱 鱼丸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非利式人这种 硬心 这种鱼丸 这种恐惧 想要躲掉灾难 却不晓得源头为何 只想避开 不晓得要向那真神来祈求 好 所以第五节说到 要归荣耀给神 他们想到一个事情 这个真神是荣耀的 我们把他夺来 没有尊敬为他 然后 这个要 荣耀要归给神 这个是 他们的 也想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说 或者 他就是指这个真神 像你们和你们的神 并你们的田地 把手放轻一些 看这个 好不好玩 可不可怜 知道你跟你们的神 通通受灾 通通无能为力 那为什么还要拜呢 为什么还要求这个 跟你们一样受灾殃的神呢 这就是 非利式人的一种无知 鱼丸 田地 都已经受到重灾 里道外 人 都没有一个好过 为什么不知道 省思呢 所以这句话 真的有趣 说明他们的困境 他们的 灾殃的源头 却也说明了 他们不肯 真正的面对 他们的错误 就是不敬畏天上的真神 不能够归荣耀给真神 好 那这样子的话 第六节 他们在说 你们为什么硬心 像埃及人法老一样呢 这个耶和华真神 在埃及人中行歧视 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去了吗 埃及人就投降了 就是要 要俯伏在这个耶和华的权柄下面嘛 所以啊 不可以不敬畏神 所以这是一到六节 那我们看到 飞利斯人最后 寻求的方法 用宗教的方法 前面我们第五章 他们用了政治的方法 想说靠势力 五个城轮流来抵挡看看 结果都失败了 现在第六章 他们要采用宗教 其实是迷信的方法 但是啊 这个都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 飞利斯人啊 飞利斯人啊 这个 无功 但是最后想要寻求的方法 求人 前面 现在还是求人 没有要求神 靠政治啦 靠这个 人的 传统啊 人的遗传啊 人的遗传啊 其实都没有办法 最主要是啊 他们也 还继续啊 用这种 把耶和华真神看为众神之一啦 所以这就要用他们习惯的 拜偶像的方式 拜他们诸神的方式 拜大滚 拜巴黎的方式 这个用迷信的方法 写 重写的方法 这是神所厌恶的啊 但是呢 世人就是这样子 很可怜 所以啊 这个我们 在第一段落看到 他们不得不走这样的方法 但是呢 神最主要要彰显他的荣耀 神也要让世人知道 像飞利斯人 来让他们领受 让他们降服 更也要让以色列人来看 所以第七节啊 他们现在啊 想到如果要这样子 不可以让神啊 不高兴 不可以啊 不归荣耀给神 现在要好好的来做 决定了要把约会送回去了 其实啊 其实啊 这不是他们 这个明智的 这样的决定 这一切都是神掌握 神的约会啊 不容人来操弄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也不容人来取得 他有他自己的神的旨意 而且他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所以现在飞利斯人 就要这样来做 其实在神的掌握之中 第七节开始 现在你们啊 要照 现在啊 他们的祭司啊 这些 法师啊 占星的啦 占卜的 都来讲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第七节 到这个 第十六节说 方法就是 要有一辆新车 不可以用旧的 不然这样不尊重神 新的车 然后找两只未曾富二 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 然后把牛肚赶回家去 这个有辱的母牛 就是他正在 正在养 正在养这个小牛 正在补养 补乳 这个小牛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 把小牛 带回家 离开母牛 这样就要来试啦 要来试 我们看一下 第七节 把神的月櫃放在车上 把神的月楼放在车上 将所献 陪罪的金物 装在 夹子里面 放在櫃旁 将櫃送去 这个是很慎重的做法 因为是金子 是一个陪罪礼 第九节 你们要看看车弱执行以色列的进阶到博士迈去 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 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所击打我们 是我们偶然遇见的 他们还在赌最后一把 第十节 非利式人就这样行 就将两只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 将牛犊关在家里 十一节 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 还有精致窗巷的夹子都放在车上 十二节 牛直行大道往博士迈去 一面走一面叫 不偏左右 非利式的首领就跟在后面 直到博士迈的境界 十三节 博士迈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 局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十四节 车到了博士迈人 约苏亚的田间就站住了 在那里有一块大盘石 他们把车劈了 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凡祭 十五节 另一位人将耶和华的约柜 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 放在大盘石上 当日博士迈人将凡祭和平安祭 献给耶和华 十六节 非利式人的五个首领 看见 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 阿们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了 这个历史我们都很熟悉 也津津乐道 我们宗教教育常常在讲 哇 怎么这么有趣 这么神奇 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这个说到这一段 我们看到约柜真的重返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人去找回来 也不是非利式人心甘情愿 把他送回来 是真神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神 那约柜在这个时候返回到以色列 以色列人当然欢喜 但是后面却有悲剧发生 送回来 又送 有方法 而且送的目的地在哪里 博士卖 为什么不是送到 本来约柜抬出来的地方 就是本来放会幕 放这个约柜的地方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被非利式人攻占 已经摧毁了 其实我们说到会幕 不见了 所以约柜被掳 以色列人大大的进入黑暗 他们觉得荣耀离开以色列 但是现在神的约柜又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 神的一种 祂的一种旨意 神告诉世人 祂的主权 祂要这样子 神告诉世人 祂是信实的 神告诉世人 祂是慈爱的 以色列人虽然悖逆 虽然 仍在 战败 在 灵性的这样的一种 忧暗 惶恐之中 不晓得怎么复兴 但神 真的慈爱 神 主动的回到以色列 然后要告诉以色列 要 兴旺 要复兴 要回归 所以这是神的慈爱 我们看到这样子 真的是有 充满了神的奇妙 祂是大显歧视的真神 现在非利式人 他们的做法 其实不是恰当的 因为 约会 是用台的 当造约会的时候 摩西已经在律法上面 明明吩咐 这个 约会 要由 立位人 而且是有特定的 家族来台 但是 非利式人不懂 非利式人不懂 所以他们用 这个 新的车来运 不是用人台 因为他们 不晓得怎么做 也不敢做 又怕得罪真神 所以 他们就 不认识律法 但是 神 他们不是故意 神会怜悯 看一下 民宿记 民宿记第四章十五节 约会该怎么台呢 由谁台呢 该怎么样来运行呢 我们看 在 初一集的时候 摩西就明明的吩咐 这是律法 神的旨意 民宿记四章十五节 将要起因的时候 每一次约会是怎么 会幕是怎么行动的 约会怎么行动的 将要起因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把圣索和圣索的一切道具 遮盖完了 然后由歌侠的子孙就要来台 只是不可以摸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会幕里有这些物件 但是 这都是歌侠子孙所应当台的 所以这个约会怎么来行动 神有他的规定 神有他的吩咐 要由歌侠的子孙 而且先要遮盖好 因为圣索里面一切的器具都要遮盖 当然包括约会 用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海口皮等等的 把它严密的包袱 而且不可以随便的人 是歌侠的子孙才可以台 而且不可以随便摸 好 那现在 这些 回来看这个撒摩尔记上第六章 那非利式人怎么办 他们根本不晓得 不晓得这些规定啊 不晓得神的律法 那他们是不是触犯了 因为神说 随便摸 就要死 因为神是威严圣洁荣耀的 不可以人随便来摸 像当初神在西乃山上 遭摩西上去吩咐十戒 也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靠近 免得死亡 是神要有祂的权柄荣耀 人必须要敬畏了 所以这是神的信实 结果 这个非利式人不晓得 但是因为他们不晓得 这次神已经重重击打他们 在整个非利式五大城 大家都遭受了 生命财产的损失 而且在苦难之中 神啊 还是对不知道的人 有一种怜悯 因为神是慈爱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 因为神不愿意人沉沦 愿意万人得救 愿意人悔改 就是神的恩慈啦 所以神虽然很 很威严 很荣耀 而且啊 他 这个严惩这个行恶之人 但是他仍然有他的慈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 第七节开始 他们这样来做 那么这样子 我们看到 要往博斯迈去 第九节 他们要试试看 这个车是不是执行 这个没有人驾车哦 他们啊 就是让两只母牛 没有赴饿过的 所以来设 不是说啊 他们这有经验啊 一套上牛饿就知道 要往前走 或要怎么样 没有哦 这两只母牛从来没有赴过饿 所以他们的反应最真实 再来他们又是在哺乳当中啊 所以你看 他说啊 这个把牛犊赶回家去 离开母牛 所以来试试看 那个 有在喂养小牛的母牛 最不容易驱动了 不容易被驾驭了 因为他要顾他的那个牛犊啊 所以啊 这也是一种测试方法 然后他这个 他的牛犊 他被离被驾离开 他要去找 他会乖乖的赴饿吗 然后没有人去赶他 他会自己走吗 所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啊 很奇妙 事情就这样成 然后呢 看看会不会执行 因为这条路 中间还有很多路啊 他为什么要一直往前走呢 而且要走去哪里 什么时候要停呢 他们指定博士迈呢 第九节 为什么是博士迈 博士迈是祭司城 博士迈算是祭司之城 那在 也许啊 非利式人认为 这样子送到这个 因为也 这个也没有会幕了嘛 这个 世罗已经被毁坏了 也回不晓得回哪里 所以一样以宗教的角度 他们讲说 博士迈这个有很多祭司 很多立位人在那里 所以他们就是往 试试看 所以有目标 而且有这些考验的方法 结果真的 我们来看 非利式人第十节 这样行的时候 真的啊 这个十二节 牛执行大道 牛直直的走 没有绕回去 没有去旁边 没有去找小牛 没有挣脱 想挣脱牛二 然后呢 往哪里 往博士迈去呢 好奇怪 牛里面没有导航啊 那么今天汽车 有自动驾驶 有导航 那个母牛没有导航啊 他怎么知道 博士迈在哪里 哪个方向 很奇妙 他直直的走这一条 这条的确要通往博士迈 但是要通往很多地方 他没有半途而废啊 没有绕到 然后呢 十二节又说 一面走 一面叫 这个也很奇特 这在叫什么 很多人在想 为什么要叫 可怜啊 我的小牛啊 忍不忍心啊 要叫 有人说 他在叫什么 他在欢呼啊 他到底在叫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他在叫 却没有停止他的脚步 没有停止他的方向 所以啊 非常奇妙 然后呢 不偏左右 哇这更奇妙 真的像这个被定位一样 直直的走 往博士迈去 然后 非力士的首领就跟在后面一直看哦 他们不是在操控他 不是 就偷偷跟在后面看哦 看事情有没有成 结果真的哦 直到博士迈的境界了 这个真的是奇妙 真的显明 这就是出于神啊 如果不是神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万有都在神的掌管 太奇妙了 所以博士迈十三节啊 博士迈人在平原收割啊 哇月桂 这没有一台牛车 两头牛 哇月桂 那个样子就是月桂的 样子哇赶快 大家欢喜啊 赶快啊 这个车到了这个博士迈人 约耶稣亚田间 约耶稣亚是谁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的田 因为这个名字后来没有在写 是怎么样 是谁 就站住了 牛 执行大道 然后呢 往博士迈 然后呢 不边左右 边走边叫 最后停在博士迈 约耶稣亚人 博士迈人 约耶稣亚田间 就停住了 没有人叫他停 他不会通过博士迈 又往前走 就停在博士迈 这就是目标 好奇妙 所以啊 以色列人啊 大欢喜赶快 把这个约柜取下来 但是他是放在磐石上面 十五节 立位人知道要动作了 把耶稣亚约柜 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 放在这块大磐石上面 所以那个有一个记号 今天 当日啊 他说当日 博士迈人把凡祭 平安祭献给耶稣亚华 把那牛直接披了 献凡祭 完全火祭烧给神 那个新车子当财 把它烧掉 献祭 献给神 还有平安祭 另外再献祭 这个另外一定要有东西 所以啊 一切事情都成就了 十六节 也菲利士人五个首领 眼睁睁看这个事情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是神的作为 也明白了 他们应该啊 能够得挣脱神的手 神的这个严厉的手 他们就回以格伦去了 所以啊 这个历史记录在以色列的撒摩尔记 但是我想也记录在 世人的心中 这是一个记号 今天那一块石头还在 所以十七节到十八节 谈到了 菲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 这种赎罪签的这种祭 宗教上常看到 金字窗就是这一些 一个魏亚石图 我们知道他们做五个 就是五大城 五个大首领 共同的共主 这个合制的这些领袖 那亚石图 加萨 亚石基伦 加特 以格伦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五个大城市 就是通通啊 一样的景况 但是啊 现在他们通通 要臣服在神 管教的手中 十八节一样 金老鼠的树木造五个菲利士人 首领的城义 坚固的城义和乡村 还有这个大磐石 磐石放耶和华月桂 直到今天还在 博士卖人约束亚田间 今天是写 这个撒摩尔记的时刻 不是今日 今日没有看 今日看不到 好 那这个是 在这一段 我们看见的 这样的奇妙的神的作为 那我们看到很多 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像这个牛 这样的奇特 这样的走法 这样的 最后的目标的完成 看到神的掌控 神的权柄 实在是叫人不得不顺服 不得不敬畏 那我们看到这个牛 在十二节 一面走一面叫 我在想 这个叫引起所有的人听见 菲利士人也听到了 那这个 以色列人 博士卖人听到了 所以这是一种 我觉得蛮有 这个场景 这个画面蛮有 蛮有画面的 牛在叫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稀松 平常 但这个叫一点都不平常 我觉得这是神提示人的声音 藉由动物 所以人应当要 常常听神的声音 有时候神 行非常的事情 在人 迷糊 不知道 来 领悟 不知道来 服从的时候 你看那个 巴兰先知 也是 他是神的先知 但是他贪心 让他的整个理性都迷糊了 所以 这个神明明 交代他 他应该要怎么做他很清楚 但是他最后为力 趋向 还是要去让亚兰王 来为他利用 来咒诅以色列民 这就是与神为敌 结果神 人讲不听神 用驴子 他起了驴子 发声 因为驴子看见 天使挡在前面 拿刀要出刀了 巴兰看不见 但神让驴子看见 神也让驴子讲话 因为巴兰一直打驴子 还让他去撞墙 巴兰的脚都擦伤了 巴兰说 不听话 但是驴子后来讲话了 说 你遇过我这样吗 巴兰说 没有啊 还有跟驴子对话 巴兰 驴子说 我看见非常的事 驴子讲话 要警告巴兰 那巴兰呢 仍然不知悔悟啊 所以啊 有时候 神的声音 藉由动物 藉由事物 藉由神所造的 来告诉世人 世人应该要警醒 我们要传扬神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 九十四篇 诗篇九十四篇 第十四节 诗篇九十四篇 第十四节 我们看见神 也要告诉 以色列人 他没有离弃他们 这个段落 我觉得蛮重要的 除了凸显神的权柄以外 还彰显神的公义与慈爱 最主要 诗人这样说 因为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荣耀 虽然离开以色列 约贵 虽然神 愿意 在非利式地 但是神的慈爱 神永不丢弃他的百姓 这个让百姓在 属灵 黑暗的时刻 神仍然为他们存留 最后的亮光 我看到神的慈爱 不是以色列人完全不晓得怎么做 他们也听见非利式 一定有听见非利式地 发生这样大灾难 没有人要去 趁机去 去争取回来 没有 因为都堕落 都软弱了 但是神 在这个情况下面 他没有丢弃以色列人 他太慈爱了 所以他自己 神啊 告诉以色列人 我还在 我没有理清你们 所以这是 带给以色列人一个盼望 这是一个大希望 所以在第七章 我们下一章 我们看到神慢慢 让以色列人引导他们 回来亲近神 亲近那个爱他们的 那个永生神 才会慢慢得到神的预备 神所要给他们 新奇的这样的国度 所以这个就是看到神的慈爱 所以这个一面走一面叫 实在是叫给非利式人听 更叫给以色列人听 要认识神没有离开 神永远与他们同在 要警醒 要醒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段 这个以复首书第五章 我们再看一下以复首书第五章 以复首书第五章 神的声音 常在对世人讲 神常常告诉以色列百姓 也常常告诉选民 第五章 说到第八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神的声音在提醒 唤醒 祂的儿女 现在是在神的救恩里面 要行事为人 像光明的子女 然后呢 十一节 那暗昧无异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 十二节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十三节 凡是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 就是光 所以为什么 明明啊 这个非力士人也知道 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 加在他们首领身上 加在他们众人身上 加在他们的偶像神身上 那为什么不悔改呢 因为提起来可耻 但是呢 他们仍旧要悖逆 所以啊 不要与这样的人同行 那神的儿女 当如光明之子 要从前是这样的暗昧的 今天要离开暗昧的事 以色列人啊 要离开 要受责备 要醒悟过来 所以十四节 这段我们的心得是说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行过来 从斯利福我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这是 非力士人不能够醒悟 那神仍然啊 要回到以色列 他仍然要光照以色列 因为他跟他们有约 跟亚伯拉有约 他不愿意他们永久沉沦 愿意他们醒悟过来 所以一样 耶稣基督今天拯救我们 我们也在神的国度 救恩当中 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 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 有一种 一种迷糊 甚至一种软弱 非力士人 他在这种座位里面 有人是看到说 这是非力士人的一种 叫做求情的巫术 他们不是真的要悔改 他们要把约柜送回来 要送上赔罪的金字窗 金老鼠 并不是真的要向神悔改 他们只是害怕 所以这种赔罪求情的巫术 还是巫术 还是迷信 所以这样没有办法醒悟 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 这样的一种 恩典 所以这里看到 我们应该要有真实的敬拜 非力士人觉得约柜 本来是一种战利品 现在后来发现约柜有神的力量 然后神的心法领导 害怕 其实对以色列 这个阶段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是迷糊 也是迷糊 我们来看 回来看撒末尔记上第六章 撒末尔记上第六章 我们看最后十九节这一段 十九节 耶和华因博士迈人善观他的约柜 就击杀他们七十人 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原文说七十加五万 这大概就是博士迈整个人口了 大概全部请朝而出 但是有些翻译本是说 有人没有来迎接 所以没有敬畏神 但是这是翻译的问题 我们姑且就参考 这里说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击杀 他们就哀哭了 所以还是搞不清楚约柜 是什么 我要怎么面对约柜 所以二十节不是卖人说 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神面前私利呢 这约柜可以从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二十一节 于是就打发人去见激烈野林的居民 说非利式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 你们赶快下来接约柜到你们那里去吧 像不像一开始 非利式人发生灾害的时候 然后这个赶快 先从亚实图 就赶快找下一个 下一个地点 你们赶快来接约柜到加特去吧 像不像 像啊 以色列人现在居然也像 非利式人一样 完全不晓得怎么敬拜神 还在表面上面 还在灵性的这种 迷糊上面 所以啊 他们也把约柜看成 哎呦 这个是可怕的 神的愤怒刑罚 不要在我们这里 啊 好可惜 不是跟非利式人一样吗 现在赶快他们说 叫激烈野林的居民来 但是激烈野林居民怎么样呢 第七章第一节 我们先看一下 激烈野林人下来 将神的约柜揭去了 放在山上 雅比纳达家中 分派他儿子 以利亚撒 看守神的约柜 激烈野林人跟 这个不是卖人 完全不一样 不是卖人是害怕 赶快要送走 不晓得怎么样 亲近神 敬拜神 他们也把约柜当偶像了 所以才会去善观 才会去不敬畏神 但是激烈野林人不一样 他们欢喜的下来 雅比纳达 放在山上 家中 因为远离 大家通常远离 只有他们愿意 欢喜 敬畏 然后分派他儿子 分派是分别为圣 然后来 看守 看守就是来 照管 照神的吩咐 按照律法的吩咐 公公敬敬的 真实的来 来敬拜神 所以这个就是差别 所以 我们最后这段 我们要看一下 结论 我们看20节 博士迈人说 谁能在耶和华 这圣洁的神面前 示例呢 我们就要当成 这一章的一个 结论 跟彼此的 这样的一种勉励 谁 非利式人不行 波斯迈人不行 吉列耶丽人可以 吉列耶丽人 还不是正规的 不是说正规的 就是说从前 他是那个 算是 算是仆人 算是被 欺骗人 我们还记得 约束亚那时候 欺骗人 欺骗 所以那里有很多的 这种 鸡变人的后裔 但是鸡变人 被接纳 归属为以色列人 所以 耶稣雅记那里 谈鸡变人 住在这里 当然有一些 犹大 这个 支派的领地 也在这里 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 我们最后来问 约会 如果在 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像非利式人 这样 在他们眼中 在他们的对待当中 就是可怕的 不敢碰的 如果以色列人 也像他们一样 像 博士卖人这样 像那个 以利的两个儿子 像他们迷迷糊糊了 把约会当偶像 抬出来 那这样子 他们也等同非利式人 下场都一样的 所以啊 这个并不是蒙恩的一种 敬拜 不是真实的敬拜 不认识神 所以没有虔诚敬畏的心 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神 约会 神通在 神通在神的四福 所以这是一种悲剧 被击杀 七十人 因为为什么 非利式人不认识律法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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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神 那这样神就要严厉的 神就要追究了 所以这个实在是 神是慈爱又是信实 所以人不可以来放肆 来放纵 尤其看到人对约会的这种 对神敬拜的这种真实认识 看到像这种非利式人这种迷糊 或者说以色列人的这种迷糊 把约会当成什么 当成圣物 当成今天很多人圣像 所以今天初代教会为什么崩坏 为什么毁坏 因为他们把这个使徒偶像化 把耶稣世上肉身的母亲 成为圣母偶像化等等 有圣物有圣人有圣像 这样子就失去了尽情的崇拜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如何要拜神 要如何拜呢 用诚实和心灵 在神的圣灵当中 在神的真理 按照真理的这样的福音来敬拜神 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神的这样的一种看顾 神的同在 所以最后我们思考说 谁可以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 当然是圣洁的人 圣洁的人是遵行神的话的人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谁可以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 其实我可以看到刚刚说的 这条牛 牛发出神的警告 牛发出神的这样的一种召唤 我们来看看 再想一次牛怎么做 第一个十二节再看一次 你若像这头牛 牛执行大道 执行大道 人的道路在神的手中 神我们看不到 但神我们相信 祂领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 所以这个信仰 要如牛执行大道 然后往博士迈去 往博士迈是正确的 是以色列的境界 不是外邦未收割离之地 是圣洁的国度 说要往博士迈 往那神所指示的 这个是正确的目标 敬畏神 遵守神的诫命 往神得救的教会 博士迈去 有这种属灵上的意涵 然后再来一面走一面叫 这是一种自发的 没有人催促 没有人鞭打 但是神在引导 今天我们是圣灵在感动 真理在引导我们 我们要一面走一面做什么 这个发出声音 是颂赞神 是敬畏神 也是传扬福音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牛的这样的一种 让我们看到属灵上的这种思考 一面走一面叫 来传扬神 来颂扬神 然后呢 这个牛它不偏左右 这当然 我们跟随主 走这条得救的道路 不要离开 不要偏到左右 走在正路上 是顺服神 顺从神的真理 顺从圣灵的引领 这样子不偏左右 要受神的管理 受神的代理 最后到达博斯迈就停下来了 这也是神的旨意 神的吩咐 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能够尊崇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 这样的人 可以 可以 势力在圣洁的神面前 可以势力在神乐规面前 如同这个七章一节所说的 激烈野灵人 他们欢喜的 愿意来敬拜神 愿意来侍奉神 愿意分别为圣的 在神面前 来 看守 来服侍 来 让神荣耀 能够彰显 这个就是激烈野灵人 的一种 得胜 好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荣耀 重返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 要有这样的精神 一样 神的儿女要有这样的精神 能够迎接神 来到我们的家 欢喜的迎接 而且迎接神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生命主宰 那这样我们才能看见神的荣耀 得到神的福气 我们分享到这里